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以解决劳工问题 工会总书记苏菲比奈在周四接受法国新闻媒体采访时表示 政府必须认识到奥运会所带来的社会挑战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菲比奈进一步要求政府在总理府举行会议 以确保奥运会在社会层面得到充分准备 他确认了罢工预告的存在 并表示这些罢工将覆盖奥运会期间 也就是7月26号至8月11号 苏菲比奈表示 数十万工人将受到奥运会的影响 首先是那些将不得不比平时更加努力工作的人 他们将面临加班无法休假的问题 因此工会要求政府关注这些工作的社会条件 以及如何安置所需要前来巴黎参与奥运会的工人 苏菲比奈还就法国巴黎大区医院的情况发出警告 工会被告知将迎来数百万游客 但法国大巴黎地区的医院没有额外的资源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工会希望立即制定招聘计划 并迅速聘请足够数量的员工 以应对这种因重大活动而出现的棘手问题 这场劳工与政府间的对抗令人关注 也引发了对奥运会顺利进行的担忧 随着时间临近 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备受关注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共和党人尼基·黑利6号宣布退出美国2024年总统竞选 黑利当天上午在其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宣布这一决定 黑利退选后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目前唯一的主要总统竞选人 黑利在讲话中 祝贺特朗普即将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但没有直接为他背书 黑利还说 美国国债将压垮经济 国会失能持续恶化 不能让美国被分歧撕裂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嘲讽黑利在超级星期二初选中惨败 美国十几个州和领地5号举行2024年总统选举超级星期二党内初选 共和党初选中 特朗普赢下14个州进一步扩大党内竞选领先优势 而黑利仅拿下一个州 民主党初选中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赢下15个州仅输掉美属萨摩亚 美国媒体认为 拜登特朗普距离再次对阵又进了一步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40%的美国选民对拜登特朗普再次交手的前景感到沮丧 初选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第一阶段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为11月5号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表示 一枚俄罗斯导弹于周三上午击中了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的一个港口仓库 乌克兰军方承认有5人在空袭中死亡 空袭发生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奥德萨港会见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讨论粮食运输和黑海安全问题 米佐塔基斯说 他在访问期间听到了空袭警报 随后是巨大的爆炸声 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 港口基础设施正在被乌克兰军队用于准备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目标被击中 本月早些时候央视iPanda频道发布了一段小熊猫 在妈妈身上上下蹭来蹭去 终于把妈妈从睡梦中唤醒的画面 这段视频描述大熊猫岩慧和他的孩子岩慧宝宝 在位于中国四川省西南部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坪熊猫基地草坪上惬意休息的情景 2016年9月 大熊猫汪家在该中心诞下岩慧 该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繁育圈养大熊猫种群 与16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海外动物园 39个国内繁育机构和十几个科研院所合作 共同保护这一珍稀物种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中国龙年生肖特种邮票发行仪式周三在马尔他举行 这是马尔他自1972年与中国建交以来 首次发行中国生肖邮票 中国驻马尔他大使馆参赞彭一军在仪式上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龙代表着力量 勇气和智慧 龙年是吉祥和繁荣的象征 他还说这枚邮票的发行将使更多马尔他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生肖邮票图案为祥云中腾飞的龙面值三欧元 马尔他邮政主席约瑟夫赛伊德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他说作为一名极邮爱好者 发行龙生肖邮票是他对马尔他极邮爱好者的致敬 旨在延续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据赛伊德介绍 马尔他邮政计划按照中国生肖的顺序 连续发行中国生肖邮票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周二表示 意大利2023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度增长0.2% 同比增长0.6% 季度环比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月底的初步估计相吻合 而同比结果则从0.5%上调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和建筑业 而农业则略有萎缩 部分原因是去年大部分时间极端天气影响了意大利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服务业也略有下降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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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